大家好 我是惡靈 今天應該是我們同胞裝潢最忙的一天 因為今天水電同時進場要把所有的燈具做完 還有開關做完 然後儲具也在安裝 還有冷氣也在安裝 所以今天會很忙 然後呢 今天這集其實我是想要跟大家聊燈具 等一下呢 我就會帶大家看一下燈具的部分 好 現在跟大家講一下樓梯燈 這兩個其實都是我淘寶買的心靈燈 到貨的時候其實我們都要把它就定位 師傅才會知道說 你什麼地方要裝什麼燈 這是第一點 好 接下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我挑的三段變色的LED燈 大概是長這樣子 然後就是它是在你一開一關的時候 可以做3000K、4000K跟6000K的調色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為什麼會這樣挑 因為其實燈具有很多的變化 還有顏色有很多變化 那每一種顏色都會影響你當下環境的一個氛圍 不過有時候呢 客廳我們想要明亮一點 那這個時候我就會想要 大概在6000K左右的色溫 但是6000K應該是專注專心工作的一個燈色 所以在這個燈色久了呢 你其實會很容易疲憊 這個時候就會想要跳回4000K 所以其實我自己啦 在不知道怎麼挑色溫的時候 又很矛盾的當下 我就會直接決定說 就挑可以三段變色的砍燈 放在臥室跟客廳 還有一個是我們的視聽室 現在大概中午下午左右 所以這個時間的光線大概在5000K 然後你看到會蠻自然的 就是所有的顏色都會蠻自然蠻舒服的 那4000K的光我打下去 就會是這種感覺 有沒有 自然的暖色就出來了 好 跟大家分享完主握 我用三段調光的砍燈之後呢 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砍燈的位置 然後還有我其他燈色的一些變化 因為空間很多 所以我就先以主握為主 好 給大家看一下 像我三段調光的部分在這裡 1 2 3 那這邊的底下是電視牆 所以這邊的氛圍 我就會有時候想要 比如說想要3000K 4000K 6000K都可以 其實電視牆後面是 46的化妝桌 那這裡如果你是底下 人坐著要化妝 其實用6000K到6500K左右的燈色 是最適合的 因為它是白光 那顏色看的我比較清楚 好 講到顏色的部分呢 砍燈一般的顯色通常在RA80以上 那比如說大家之前如果有看我在做耳機的影片 或者我們在棚內拍的影片 我用的燈大概都是RA99以上 所以呢 我會建議大家 如果你對化妝的顏色非常在意的話 我會建議你直接找RA90以上的砍燈 它雖然會貴了一點 但是在有特殊情況下使用 我覺得是很值得的 講到一半然後 16跟我說我們要去買便當了 你買了幾個便當 10個 好 我們現在買完便當了 要回去給師傅吃飯 晚一點再跟大家分享燈的進度 然後因為今天公班還蠻多的 像廚具有貼了壁板跟上櫃 還有水電有進來嗎 跟冷氣 然後冷氣現在已經裝好了 然後我現在在尋油漆有哪些地方要補 它明天還要再進場 然後最後再來收 因為今天油漆沒來嘛 那我要跟它講說 你哪邊要補 像這邊有一點色差 我就會貼這個 不傷牆面的這個膠帶 它們就叫養生膠帶啦 然後像這邊 我本來一開始 尤其跟我講說你要漆灰色你要漆到哪 我剛剛說漆到這 然後我們後來發現說覺得好像怪怪的 對應該要漆整個牆 所以我就請它幫我補到底 對然後我現在要去尋 像有一些轉角處啊 髒髒的地方或是樓梯什麼的 是很正常的 因為還有很多公班會進來 手都會摸什麼的 最後油漆還會在進場來收 所以這邊我就不會鐵了 它到時候都會尋 超薄的燈具超醜的我覺得 那妳的燈具 這到底誰選的啦 那燈具是玻璃耶 那邊啦那邊 那邊要補 整邊就是一個很驚嚇的牆面 大家如果有追前幾集 就會有看到這個 就是木工貼皮的這個紋路 但是這不能怪木工 因為我當時貼皮顏色的時候 我沒有在現場選 然後我就跟木工講說 沒關係那妳就先幫我選了一個 比較接近我想要的顏色 所以我也沒有看到東西 然後木工就選了 然後選了我真的覺得太黃了 就是說不上來 就是反正就是不適合就對了 就只能請油漆幫我磨掉 就是用冷烤的方式幫我烤上去 就是顏色補過去這樣 今天最大鐘 Mitsubishi 今天還有那個 對啊今天還有廚具 好大家看到我們燈已經裝好在後面 然後現在的位置 在我們的主臥房 那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我搭配砍燈 它的色溫裝上去 然後現在白天 打起來會是什麼樣的感覺 現在這個是6000 6000K到6500K 我沒記錯的話 這一個是3000K左右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牆壁的顏色 因為我們牆壁是漆藕色 所以3000K打下來會比較暖 然後再來是4000K 4000K就是自然暖 平常一般居家 通常大部分都是4000K左右 然後我之前一開始在挑的時候 會覺得4000K好像會不會太黃 可是我現在實際上看起來感覺是還好 我頭上有三盞4000K的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 你們現在看我臉上的膚色 4000K就差不多這個樣子 然後我現在位置是在16的化妝攤 那你現在看到的光線就是差不多5000K左右 然後我在16化妝攤上面 裝了兩顆6500K的砍燈 那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顏色有沒有就是白色 所以你在化妝的時候 通常盡量要選比較偏白的色 就是差不多6000K到6500K左右 會比較自然一點 你看到顏色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其實燈的顏色 也會影響到我們居家整個氛圍 包含你牆壁的顏色 所以大概漆牆壁顏色的時候 也要考慮一個東西就是燈射進去 那時候我在跟16討論 大家看喔 你看現在整個這3000K的黃光 如果你今天的燈 你的牆壁顏色就已經是很暖了 然後你如果又搭配一個3000K黃光 就會看起來整體就更暖 那我建議大家如果自己也在 統包的時候 牆壁跳色的部分啊 跟也燈光搭配的顏色 你們一定要考慮進去啦 對那其實今天就是一個心得分享 因為這也是我們自己第一次做統包 所以我覺得還有一些不足的地方需要做調整 好接下來我要來跟大家聊 軌道燈的配法的心得 因為我現在在我們一樓的工作室 那一樓工作室我們有做天花板 所以軌道燈配起來 上面的線材都會藏起來 那會很漂亮 比沒有天花板真的差太多了 等一下我會帶大家看一下 我覺得比較失敗的一個空間 軌道燈的做法 我先開給大家看 因為軌道燈的款式很多種 我自己挑了兩種為主 一個是網工狀 然後一個是直筒 像現在大家看到的 就是一進門的玄關 我是搭配直筒的軌道燈 那它我是用3000K打下來的射燈 它就會有一個 有一個燈的這個形狀 那你上面這邊在做一些擺設的時候 它就會很好看 再來就是側邊 側邊啊 其實我這裡 這裡我做了三個 網工狀的軌道燈 全部都是白燈 網工狀它是屬於範圍比較大 比較廣的 那我們今天打在黑板牆上面啊 寫字會看得比較清楚 然後又因為是白燈所以比較不會跑色 因為像這邊之後是16的辦公桌 那後面呢 這道牆也是會做一些裝飾 那這裡我也是選了白色的直筒狀的軌道燈 去打3000K的色溫 那上面呢 之後我其實還會有燈 就是辦公室用的LED吊燈會在上面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等到桌子都就定位才可以裝 然後像廚具那邊 我也都是一併都用網工狀的軌道燈 好接著啦 帶大家來看一下 大家剛看到的空間是我覺得比較成功的裝法 那帶大家看一下我覺得 還有在加強的空間 就是我自己的工作室 我自己的工作室啊 真的是很蠻失敗的 好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上面這邊我都沒有做天花板 所以你們看到的線全部都是明線明管 然後這裡呢 原本建商流的出線孔在這裡 那這裡隨便必須要做一個盒子 然後把電線走到後面 我這邊我做了一套軌道燈 然後這裡呢 有一個LED的吸領燈 這個配置我覺得只是臨時的 可能以後真的看不順眼我就會全部改掉 因為這一間空間啊 其實主要要做事的地方是 大家看到我後面的辦公桌 那我後面的辦公桌 其實上面也是一個 網工狀的軌道燈 我這一間其實採光很亮 燈的需求其實也不大 然後還有平常我們在 真的在棚內要拍片的時候 還有攝影燈 所以對上面燈光的需求 我就沒有那麼要求 如果你們想要省錢做 不做天花板 但是又要做軌道燈啊 或者是西頂燈 那這些電線的走法 可能一開始就要想好 最好的話是沿著牆壁四角去走 然後最後再走到你要的位置 可能要出一條線出來 然後最後把天花板顏色再整個騎過 因為我們是自己同胞 那一般如果你給設計師在做 其實就不會有這個困擾 那自己同胞通常要對燈具 也要花蠻多時間研究的 不然當你油漆的顏色選完之後 燈具如果挑錯 你其實很多配色就會毀掉了 那或者是一些照明的部分 要有情境的部分 都會那麼不如預期 所以像我自己啊 我自己在做功課的話 我是會把每一個空間的需求 風格都先找出來 然後再來就是我會把燈具 都先研究過一遍 有哪些燈種 然後打出來的感覺是怎麼樣 然後再來就是顏色 最後呢我會做一個總結給水電師傅 比如說我會把所有的空間 像這樣子列給他看 我會在師傅開孔完之後 把所有的照片都拍過一次 然後再上去標說我這邊要幾公分的什麼砍燈 然後什麼顏色 那其實這樣子師傅他在幫你施作的時候 就比較不容易出錯 還有一點就是因為你自己監工 所以你到現場會很忙 你要跟著師傅對一次 然後把所有的燈具去放在那一個空間 那個位置 這就是同胞要做的事情 也是我們也幾乎全部都是叢林 完全都不懂 然後這樣子摸摸摸看看 對 所以希望這支影片 也可以對即將要自己同胞裝潢的觀眾們 有一些幫助 好那這一集的燈具相關的 我的同胞新的影片就到這邊 記得幫我們訂閱分享加按讚 然後開啟你的小鈴鐺追蹤IG 就這樣囉 掰掰